欢迎收看今天的演讲与口才知识系列讲座 邵老师 我记得上一讲您给我们讲过 一个好的演讲标题可以揭示演讲的主题 那么什么是演讲的主题 怎样才能选择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演讲主题呢 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很重要 作为一篇演讲 如果没有主题的演讲 我们说是烂七八糟的一个材料的堆砌 有了主题 但是也不见得你这个主题就很有意义 现在我先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小故事 又是当时我前里讲讲到的 那就是清代的大学者纪晓兰 有一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给季晓兰拿去了 意思是让季晓兰给他写个评语 季晓兰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 辉笔就把杜甫两句诗给他写上去了 怎么写的呢 是这样写的 两个黄粒鸣翠柳 一行白鹿上擎天 这个作者看完季晓兰有这两句评语 乐坏了 叫大兄 季晓兰给我批的太好了 结果给别人一看 给你马上提出 说实际上这两句评语 说你什么 说了你这篇文章啊 两个黄粒鸣翠柳 什么意思 不知所云 一行白鹿上擎天 是不知你的文章 说往 又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又不知道你往哪里写 这叫什么文章 结果这个作者面红耳吃的就走了 听了这个故事呢 我感觉啊 这是在说 有一些演讲者 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讲一些什么 不知道自己要告诉听众什么 因为演讲者在演讲中 你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 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歌颂什么 鞭持什么 我想这大概就是演讲的主题 你说的很对 是这样 我们大习文家 这个教育家 叶胜陶老先生就说过 说一篇演讲 总得是一件独立的东西 一篇演讲 总得是一篇独立的东西 说话也好 写文章也好 必须对准一件事情来写 来说 否则 听众就不知道你 讲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听众 观众也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 你就说明你这篇演讲 吃也好 你才问是没有主题的 我们经常这样讲 说一篇演讲的主题呀 就好比是通篇演讲的灵魂 为什么说一个好的演讲的主题 是整个通篇演讲的灵魂 大家知道 人是血肉之躯 只会有了灵魂 人才是活生的 有思想 有思维 如果人要没有了灵魂 恐怕就是在病院躺的植物人了 这就说明他没有灵魂了 演讲也是这样 如果一篇演讲 你没有了主题 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你整篇的演讲 你拿出来 看着写了多少材料 但都是一顿散战的材料堆砌 一点价子也没有 一点意义也没有 既不能启迪听众 也不能教育听众 因此它是无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说演讲的主题 就是这篇演讲的灵魂 没有了灵魂就不成其为演讲了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演讲的主题 犹如三军的统帅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三军只有有了统帅 才能号令三军 静如山林 动如海啸 可以说账务不胜 公务不可 这是因为统帅的作用 在一篇演讲词里面 也需要有统帅 之后有了统帅 也就是之后有了主题 就用主题这个统帅来看看 哪些材料能为主题服务 这就传了取舍的问题 有了这个主题 有了这个统帅 就知道这篇结构 我到底应该怎么安排 哪个在前 哪个在中间 哪个在后面 也就是有了这个统帅以后 才能调动语言 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所以说我们说 演讲的主题 就是一篇演讲的灵魂 一篇演讲的统帅 在我们写演讲稿的时候 在我们进行演讲的时候 你都要考虑考虑 你这篇演讲 到底有没有主题 到底有没有统帅 到底有没有灵魂 有了主题 有了统帅 有了灵魂 那你就讲吧 尽量说这样的演讲听众是会听的 而且是会信服的 如果没有了主题 没有了灵魂 没有了统帅 你这篇演讲干脆你就不要做了 因为你讲完以后 也是一瓶江湖 听众什么也没听着 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希望我们每一位研究者 要必须注意 但是我们说 这就是主题已经明确了 说我有主题了 我也对准了一件事情了 我是不是主题就可以了 我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说 假如我要到部队 给同志们 给这个战士们讲去了 我说我今天给战士们 讲一讲 储存白菜的问题 或者东储问题 我给大家讲这个 我相信 我的主题明不明确呢 我的主题明确了 非常明确 我就讲 怎么样搞好东储的问题 但是显日间 我讲这个 广大的战士们 是不太愿意听 因为与你们切身利益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 我讲也是白讲 大家也不会愿意听 这里面我就不得 不再从两个方面 向同志们讲一讲 主题 你对准一件事情了 你的演讲 也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了 这个时候 你的主题也明确了 关键的关键 还有两条原则 必须追求 第一条 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这个演讲的主题 对客观有没有什么价值 一篇演讲 就看在多大程度上 回答了听众 所接触回答的问题 这才是一篇 好的演讲 这个主题 才有价值 因为客观需要 你比如说 我们部队的战士 你要讲 如何使自己成为军地 两用人才 我想 这个广大的战士 就愿意听 因为对待每个战士 都面临着将来 转业和退伍的问题 他要先听了你 他就知道 在部队期间 如何使自己 在部队是一个人才 当他一旦退伍 转业到地方的时候 仍然是一个人才 这时候他肯定愿意听 因此 因为这说明 客观需要 战士需要 如果战士不需要的东西 你尽管再讲 他也是不愿意听 因为客观不需要 你没有回答了 广大战士所 继续回答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 战士所继续解决的问题 因此这样的演讲 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这一点 我看希望是 每一个演讲者 几乎首先考虑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一是客观需要 那么我说第二什么 就问问你自己 你是否在这个问题上 有真知灼见 如果你有了真知灼见 你言他人之所谓言 讲他人所谓讲 你讲的就吸引 就吸引人 就打动人 人们听了你的演讲 就保证感到 耳目维持一心 精神维持一振 从中得到了教育 从中得到了启发 从中受到了 教育 这样 他就是有价值的 就是有意义的 比方说 马勒斯仁克斯 创造了科学的 社会主义理论 一旦这个科学理论 已经出现的时候 就如一声惊雷 在整个地球上空 正下 他像一盏灯塔 照亮世界被压迫 剥剥削民族的前进的航向 因此他就有意义 他就有价值 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起到不可谋谋的功绩 当然我说了这些以后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青年朋友 都得选择这样的主题 不是 当然 有这样的主题 最好的 可是我们毕竟 不能人人都选择这样的主题 这样重大的主题 这怎么办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 我们总在现实生活当中 生活 我们工作 我们劳动 我们搞的军事训练 就在你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只要你是一个细心的人 只要你能用小评的理论 武装到你的头脑 你就会随时的 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 在你的战友当中 在你工作当中 你就会发现那些 常人所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你要把这些问题 通过分析 通过综合 通过比较 然后你撑出来 你自己读到见解的地方 你要给暂时讲了以后 暂时保证搞不信用 保证愿意听 你就很能够起到 它的宣传和教育意义 意义价值 所以这一点 我想我们是不能够忽论 中上所说 当然我们选取主题 你的主题 已经是一件独立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主题已经明确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两个原则问题 那就说 为了使你的主题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更在广大听众当中 产生强烈的反响 并且变成他们的行动的时候 我相信那是 只关重要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选取 那个客观需要的主题 也就是说 听众继续回答什么 听众继续解决什么 这样的主题 往往是有价值 有意义 第二 你一定要选取 自己有真知着见的主题 切不可总吃别人嚼过的磨 切不可 吃别人的牙晦 这样的话 你讲这东西 应该说都是听众 所知道的东西 听众听了 就会打胃口 你只有你自己 有真知着见的时候 你讲出去了 听众才会为止 耳目一新 听众才会感觉到 你说的好 你说的对 并且愿意按照你说的去做 在对于客观需要 和主观有真知着见的时候 这两者有时候往往 他们是统一的 他们是统一的 为什么说他们是统一的呢 就是当时客观需要的时候 你自己又有真知着见的时候 你讲出来 那就意义就更大了 所以他们俩不是说很分离的 即使客观再需要 你自己没有真知着见 你也讲不了 你自己虽然有真知着见 客观又不需要 也没有价值 所以这两者 往往他们是统一的 所以我就希望啊 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一定在一篇演讲之处 你就要确立一个 很好的主题 这个主题 不仅是明确的 而你要选取那一个 客观极虚的主题 而且选取那些 自己又真知着见的主题 如果你这样做 你这篇演讲的 成功可能性 就是非常之大 好 听了邵首毅老师 今天的讲解 我想我们今后 在选择演讲主题的时候 就一定会注意这些问题 去选择那些客观急需回答 和主观有真知着见的主题 只有这样呢 才会使我们的演讲 更有舒服力 那么邵老师 是不是这样就完成了 主题的选择了呢 应当说完成了一半 我们还有提出来 以下的四点基本要求 才能使我们选择一个 真正好的主题 我想是这样的 在选主题的时候 客观需要 主观也有真知着见 但是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主题 就是客观需要的和 主观有真知着见的主题 不一定是正确的 不一定有积极的教育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拿改革开放来说 应当说这是前日没有走过的路 既然前日没有走过的路 就需要我们摸索 就需要我们探索 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在面对的这样一个改革的形象 有的人可能就这样讲 他们也承认我刚才讲那几话 但他们就说了 既然前日我们走的是 前日没有走过的路 又得需要我们探索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 精神再精神 稳重再稳重 没有十分把握 甚至没有四分把握 我们也不能干 反正就要带着损失 你再听讲对不对 好像很对 但是恰恰 他就忽略了一个 既然是前日没有走过 而且我们又在探索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 有十分把握和十二分把握 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闲而一夜 这个组织要去了以后 就不够正确 他就不够正确 可是小平同志什么同志 小平同志去 高屋见人 就一句话 大胆的闯 大胆的事 错了 改过来就剩了吗 这马上就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杠的心理 对 因为我们没干过 所以我们叫床 我们叫试 一旦错了 我改过来就剩了 这样才能摊出一条新的路来 如果按照前一周那种实现关键 那想想一下 大家都没法 没办法改革 因为都怕处理问题 还得有十二分 还得有十分 哪里 做任何事情一开始也不能 都保证 有十分和十二分 而小平 简简单的一句话 我们讲 正确 就把整个行线 给扩正 所以我们就要求 我们的主题 必须要正确 这有客观的需要 主观的又有见解 这时候你正确的时候 才能更在广大听众当中 引起反响 说服听众 教育听众 当然正确的主题 也来自于 演讲者的理论水平的高低 也来自演讲者 四方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果觉得这三观 又很凶厚的理论功底 那就说 他完全可以选一个 正确的主题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选择 这应该说 是我们选择主题的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主题是否正确 事实上 就看你主题 是不是正确 第二点要求 那就是我们要求主题 一定要鲜明 我们做一个演讲者 你说了 你确认一个主题以后 在你的论术当中 一会儿东 一会儿西 一会儿说对 一会儿又叫做模糊 总是前怕懒 后怕虎 总给自己留点尾巴 以免出来问题 结果这样一讲起来以后 就你的主题 就必定要似是而非 顺着说 摸棱两可 听众听完以后 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是这么做对你 还是那么做对你 结果把听众准备 陷到无理云雾里面去了 因此这样的主题 现在是没有价值 因为邓小平同志 他又说了这么两句话 除了我当时说 大胆的闯 大胆的试 错了 改过来就是了 另外小平在前几年 人们在姓姿啊 还是姓舍啊 在这个问题争论的时候 一个人争论 小平又说一句话 说什么 不争论 不争论 干了再说 多么鲜明 这个期的先进 立场监睛 让听众马上是好 不正确 咱们办了再说 肯定不证明 一会儿这么点 一会儿那么点 结果听众 就不知道你怎么进 说你 这就要求我们 一个严谨者 你的主题 除了正确而外 必须要鲜明 而且 这个鲜明呢 就是说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对正确的 进步的这些事物呢 应该充分的肯定 而对那些消极的 落后的这种事物 我们应该 旗帜鲜明的 鞭挞和反对 对 你说的完全对 正因为这样 你才能 先量的数据 一面旗 听众才知道 我应该这么做 我不应该那么做 这就叫鲜明 当然这种鲜明 也来自一个 演讲者的胆破 你站上台了以后 你要真理在握 你可以大胆地讲 以后你总是拿不准 结果一讲起来的人 总是东一外西一倒 那你就不能鲜明 所以也要求 严谨者要有一个胆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对于主题要求 他应该说 主题应该是集中 主题应该集中 说主题集中 对什么时候 是对分散而讲 对分散而讲 现在我们有的演讲者 一旦讲起来的时候 他们往往说 有没有主题 有主题 结果出现了好几个主题 你比如说本应该是 这个演讲就要讲学习 他讲了学习 又讲纪律 又讲尾声 再讲计划声誉 好像他什么都讲了 结果到头来怎么样 什么也没讲 主题太多了 听众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 对 也就是重点不突出了 讲每个问题 又都是倾听点水 一点而过 结果都不深 都不透 听众都听了 又都没听懂 也没听透 所以这样显示是不行 所以 所以对演讲主题 要集中手 我们也不妨 把战争里面 这个授语 我们把它用到这里面来 应伤其十指 不如断其一指 也就是说 伤其十指 不如断其一指 一个问题给他点透了 一个点透了 比伤他十个手之后还好 另外也说到 集中兵力打殲灭战 那就是你 你殲灭战 那就对着一个主题 对着一个问题 调动所有手段 表现一个主题 这样的话 你的主题 才真正能够做到 集中 所以说 使用每个演讲者 就在演讲当中 切记 不要搞多主题 一旦有了多主题以后 就把你的总主题 也就是把你演讲的主题 给淹没了 甚至给冲淡了 最后形成五个主题 这就是我们提计第三点 第四就是什么 要求主题一定要深刻 所以主题上达到深刻 就必须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现象 然后挖出事物的本质来 挖出事物的本质来 如果我们就事论事 就一些现象 谈一些现象 那肯定你演讲的主题 它是不会深刻的 就留意一般化 表面化 无论是叙事也好 寄人也好 或者毅力也好 往往你都是在 就是什么 所谓水上的油花 漂在上面 根本达不到深层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办 我先不想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因为有些年轻朋友 一旦看这个演讲稿的时候 往往你再给他听 说你这个演讲稿写的 还不太深刻 他有时候不理解 我的演讲稿怎么就不深刻呢 我就挺深刻 他往往不理解 因为当时他认识水平 他就达到那个程度了 因此往往他就理解不了 现在我不妨 就用这个灯做例子 给年轻的朋友们讲一下 你看看 这三个层次里 在对灯的描写当中 或者对灯的技术当中 哪个是深刻的 哪个是比较深刻的 哪个是不深刻的 第二人可能是这样说 灯啊 一到夜间的时候 就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我们有的可以工作 我们有的可以学习 有的可以游玩 如果要没有灯的话 我们就没有了这一切 因此我是多么的喜欢灯啊 我们应该歌颂灯啊 这是第一种写灯的 我们来看第二种写灯的 他是这样说的 一到夜间灯就给我 带了光明 一到白天 我就烟避火 灯就灭了 我经常地这样做 需要它的时候 我一门避火 它就亮起来 我不需要它的时候 我一门避火 它就回去了 真是 朝之即来 呼之即去 谁叫 谁到 谁呼 谁走 灯的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 这不就是说 需要我来我就来 需要我去我就去 需要我做这个工作 我就好好地干这个工作 而且是尽职尽职地干 不用我的时候 我马上再离开 再需要我的时候 我还要再来 这一种神门精神 这应该是第二种 第三种对于灯这样 说呀 这个灯呢 成年累月地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然而 也正因为成年累月地使用验证 最后 它就巫师断了 巫师断以后 再也没有用 这时候我们又不能把它保存起来 只好把它摔碎了 但是通过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出 看出了一种神秘 那时候 粉身碎骨 结不惜 只留清白在人间 这不就是灯的品质 这不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精神 他们 在他们能量的时候 他向人们没有任何说取 一旦他们对人们做尽了一些贡献的时候 他们却犯人睡过 但他无所踏求 就把光明 留给了人间 这是他最大的 说取了 最大的希望 所以说 我们跟以上讲的几个方面 可以归纳一下 结果我们选的主题 除了客观需要 和有主观有间接的而外 还必须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 必须要选择正确的主题 第二 必须要选择鲜明的主题 第三 必须要选择集中的主题 第四 必须要选择深刻的主题 如果做到了以上四点 我相信 你的主题 就可以站住脚了 也一定在广大听众当中 造成很好的影响 甚至给听众 有很大的教育 好 听了邵老师今天的介绍 我想我们今后 在选择演讲主题的时候 就一定会注意这些问题 去选择那些 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主题 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演讲 才会获得成功 观众朋友们 战友们 又到了我们 演讲与口才知识 系列讲座的时间了 前两讲 围绕着演讲主题 这个问题 邵首玉老师 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解 邵老师 在确立了演讲主题以后 我想这一讲 您大概要给我们讲 演讲材料的问题了吧 是啊 谁让你同志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和一些青年 演讲的朋友们 接触过程当中 你觉得他们在 进行演讲的时候 他们是怎样 对待材料 或者更具体的说 他们是怎么样 收集材料的呢 据我了解 一般的演讲者呢 他们在确立了 演讲主题以后 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情况 在翻阅一些有关的 报刊杂志 收集一些材料 就开始写演讲稿了 好 大体上我也知道的 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事求是讲 这样对待演讲的材料 这样选择演讲的材料 往往不能够做一次 非常精彩的演讲 甚至是平淡的演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现在给你举一个例子 过去我听过一次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会 在这个演讲会里 第一个同志上台以后 他就开始讲了 为了表现爱国主义 他讲了 屈原岳飞文天祥 外国的讲了 裴多飞 萧邦 然后他又讲了 我们国家有万里长城 有大运河 讲了一些以后 爱国吧 这就是第一个演讲者这么讲的 第二个演讲者呢 也是这几个内容 岳飞文天祥 启原 用大运河 一个万里长城 第三个也是这些材料 结果讲到第四个 没能讲完的 下面有的听众就站起来走了 而是临走的还说了一句话 走老套子 溺死人了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你想想 我们的 这个什么叫 万里长城也好 大运河也好 屈原路由 文天祥也好 应当说 这几个材料 这几个事 这几个人 有的是小学生就知道了 有的是到中学也知道了 结果都是一些 俘虏皆知的一些材料 拿到演讲里面去了 谁又愿意听 没有新兴感 也不能打动人 也不能感动人 自然 人家也就不愿意听了 所以我们有些研究者 他们在对待材料这个问题上 缺乏认真细致的下功夫 往往就不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演讲 下面 我不妨给大家说一说 他们那些个著名的演讲家 他们是如何收集材料和整理材料的 我讲这些可以供广大的青年演讲者 以参考 以借鉴 比如说前提前我们讲到了 美国的16任总统林肯 他是怎么样准备材料的 当时美国呀 有一种风扇 那就是都愿意戴这个高一点的帽子 这个高帽子 林肯戴着帽子以后 他到处走 他到处听 他也到处看 一旦发现自己需要的一个材料 或者需要内容 他马上就拿一张这个破纸 或者破信品 或者你包装纸 赶紧就把它寄下来 寄下来 寄下来一个以后 把帽子一栽放到里去 再带上 这样一天 他能寄了许多多这样的碎纸片 等到回去以后 他就把它分门别类的 有关日常生活的 有关政治的 有关文化的 有关经济 分门别类的 就把它整理好了 这应该说是林肯 是这样收集材料的 再看看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 他是怎样收集材料的 大家都知道 马克思当年呢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池里面 为了做好他的演讲的准备 他读了1500多种 文化经济的技术方面的书籍 广笔记就记了50多本 而且小致密密麻麻 有3万多亿 可见 马克思在为了 进行演讲 为了写资本论 他做了大量的材料的 收集和整理的工作 当然 我们每个演讲者 要想真正做好一支演讲 虽然达不到 马克思这样的功夫 但是我们也应该 勤于收集一些材料 勤于说 当然我们这里 还要和大家讲 听这么一个问题 不是说 你在生活当中 建造一个材料 你就记下来 听到一个材料 你也记下来 不是这样的 你应该在收集材料的时候 给自己划定一个范围 因为你要讲青年方面的内容 那好 你就为了青年方面 多收一些材料 你要想讲军事方面的内容 那你就为了军事方面 多收集一些材料 只有这样的 才能是你演讲 收集材料的时候 才不自己造成 不分青红皂白 有文就录 有见就迹 这样就没什么价值 所以就要划定了你 你整个收集材料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还可以讲一讲 那么到底我们的材料来源到通过哪些个途径 哪些个途径 我看基本上有三种途径 一种是直接材料 直接材料 所谓直接材料 就是演讲者自己的所见 所闻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这些材料往往是最真实的 也是最准确的 这是叫直接材料 第二点是间接材料 什么是间接材料 也就是作者通过 看书 看报 这样一些材料 收集起来以后 我们就称为间接材料 还有第三种途径 那就是创建材料 什么叫创建材料 也就是演讲者 在通过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 在这个基础上有新的发现 这个材料 我们叫做创建材料 比如说 马克思在看了大量的 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经理学 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后 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创新了 图表材料 数据材料 理论材料 是在这个基础上 才形成了他的观点和他的思想 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那是我们每一个演讲者 一定要注重 不仅要注重你 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 而是更要注重创建材料 因为这种材料 对一个人来说 就好比是新鲜的血液 对着一个社会来说 就好比发现了新的能源 它们比较有价值 我们每个演讲者 都应该可以来追求 这个创建的材料 就是在吸取前人的 这个经验的基础上 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 实际上 你这样材料 才是更有价值材料 也是更有意义的材料 看来啊 只有广泛的收集和储存材料 才能够为演讲的成功 打下基础 是这样的 那根据前人 收集储存材料的经验 您能不能给我们 归纳出几条来呢 好 可以归纳出几条来吧 我看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呢 那就是要 轻易发现 轻易收集 轻易发现 轻易收集 一旦你发现这个材料 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候 你就赶紧把它收集到起来 而且你要分文别位地 把它整理好 我想这应该是第一句话法 就是要这个轻易收集 不要懒 这样做什么材料 做做日常的积累 对 通过日常的积累 不要一出而就 这样才能够 长期积累以后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材料 你才能再有更多的材料 这应该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还应该善于整理 咱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往往一起 收集了许许多的材料 但是一旦收集很多以后 一旦你演讲的时候 你要再翻你的材料的时候 你就忘了 你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你也不知道在哪一页 这是说我们每一次 收集的材料以后 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 就把它整理出来 要分门别类 一让你演讲的时候 需要哪方面材料 你当时一翻 你就可以把它发掘出来了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一下就把它找到了 这应该是第二点 第三点 要肯于发掘 应该说肯于发掘 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要说肯于发掘 我不妨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 怎样发掘材料 发掘材料的时候 主要发掘材料的背后 它的意义 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透过材料的表面现象 看出问题的 更深层次的 它的实质问题 我们过去听那些演讲啊 比如说也是爱国主义主题啊 他经常讲到 我们的祖国 有四大发明 有火药 造子 指南针 印刷术 经常讲这个 讲了以后呢 有利于一个演讲者上台以后 马上就给我耳目一心 过去一台四大发明里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这大讲客讲 恰恰这个演讲者 也是同样的 火药 指南针 造子 印刷术 一到他这以后 他就发掘出新的含义类了 他是这样说的 我和刚才一些演讲的 年轻朋友一样 我过去一演讲的时候 我也经常说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祖先 有四大发明 火药 造子 指南针 印刷术 我过去这样讲 我也这样说 我也这样引语为 自豪和骄 但是今天 当我再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我再说这几话的时候 我的脸红了 我的心跳了 我这闷心自问 一两千年 我们的祖先 搞了四大发明 一两千年以后的 今天的我们年轻朋友们 我们又搞了几个发明呢 你看一看 他这段演讲 别人用那四个例 那么讲 他却用这四个例子 反戚而用着 这样就是 整个演讲的主题 就更生动了 也更深刻了 就使得演讲 也更有影响 更启发听众 所以在这个海域发掘上 大家一定要下个目 同样的一个材料 就看你演讲者 怎么发掘它 有的演讲者呢 就是论识 有的演讲者呢 就通过这个材料的 表面现象 看到了问题的诗子 就会挖起出 更深刻意义的东西来 这样你的演讲 才会有心 才会有深度 所以说我们只要注意的这三点 我相信 广大的演讲者 你会占有大量的材料 而且你会整理好许多的材料 一旦你演讲起来 一定会很精彩 好 感谢邵老师 今天给我们讲解了 演讲材料的收集和整理 下一讲 邵老师将给我们介绍 演讲材料的选择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观众朋友们 战友们 在上一讲的 《演讲与口才知识》系列讲座中 邵守玉老师给我们讲解了 演讲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那么邵老师 收集和整理到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都可以在演讲中使用呢 不可以 所以说 弯道框里并不都是菜 这就说明什么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些体会 有一些演讲者 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 一旦演讲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把材料 放在他的演讲里面 就开始讲上了 结果他讲的时候怎么样 既不生动 也不感人 也不能说服人 这里就出现问题了 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 你选择的材料 不见得都是你要使用的 我们一定要分清 选取材料 或者收集材料 和使用材料 是两码事 选取的材料 不见你都能 收集的材料 不见你都能使用得上 这是要分清的 那我们在占有了 大量材料的基础上 应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 来选取主题 所需要的材料呢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讲 在悬 在收集材料 和使用材料 竟然是两码事儿了 我看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 在你收集材料的时候 最好是寒信将冰 多多余散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在你使用材料的时候 最好是冰不再多 而在筋 要在筋子上下功夫 这像你刚才提什么样 那么到底我们选取哪些材料 来放到研讲里面去 我看可以根据以下几条原则 我们来选取材料 第一个原则 我们就因为应该选取那些 反映主题的材料 因为你的所有的材料 不见得都能够被主题所运用 你说选取材料 不见得都被主题所运用 也不见得你的材料 都能够说明主题 证明主题 或者支撑主题 对也可以说 不见得都服务于主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在选取材料的时候 就应该认真地思考 认真地选择了 如果你选的这些材料 既不能说明主题 既不能服务于主题 既不能出声于主题 那你这个材料显然间 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 它既然不能说明主题 你要是有什么用的 最后结果 主题也就不存在了 光是一堆材料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那些个 反映主题的材料 这里面我不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陈毅同志 在1941年的1月份 这个就任代军长 他搞了一篇演说 他这个演说 他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一句话 人民的军队 是任何反动派 也消灭不了的 这就是陈毅 他所演讲的主题 大家知道 陈毅元帅 在十几年的 这个整个军事生活当中 应当说 他的战争参加了很多次 大大小小的 有多次 而且他想证明这个主题 可以说服事即事 哪个材料都可以用到 他这边主题 反应他这个主题里面来 但是陈毅当时 就选择两个材料 第一个材料是 朱德总司令 大革命失败以后 朱德总司令 带着八百人部队 到了井冈山 就八百人 可是以后发展多少 发展到了五十万大军 这是第一个材料 第二个材料呢 陈毅又说了 当时的新式军 都是南方各个省的 一些优机队 合到一起 也不过是两千人 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艰苦 经过损失以后 仅仅剩了二百多人 可是三年以后 就发展到九万人 陈毅同志 就举了这样两个例子 而这两个例子 多么深度 多么具体 又多么有说服力 仅仅就支撑了主题 请想一想 过去 八百人 没被反动派消灭 那么现在我们就 五十万大军了 还怕你国民党反动派呢 过去 我们剩二百人了 没被你消灭 现在我们剩九万人 现在我们已经增长了九万人了 还怕你消灭得了吗 因此我们说 这两例子就仅仅的支撑主题 说明了主题 和主题融为议题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选取 仅仅反映主题的材料 也只有主题和材料的 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才能够使演讲更有吸引力 更有说服力 对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讲第二个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选择的材料 一定要有针对性 所谓针对性 主要指对听众来说 因为我们演讲的是 面对了一些听众 而听众又是不同的 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 他们的职业不同 他们的兴趣不同 他们的爱好不同 这就决定了我们演讲者 在你选取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有针对性 如果你没有针对性 到这个地方你这么讲 到那个地方你还这么讲 到这个地方你还这么讲 你的材料往往就拾起了它 说服听众的作用 实际上就没有这个作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选取材的时候 应该注意 一定要针对这个 听众的不同对象 你比如说 你在给部队战士演讲的时候 你选用的材料 一定要适合部队战士所 接受的一些材料 但是你这个主题 如果你到大学里讲去了 那么你这材料一定要换 有的虽然是在战士 愿意接受这个材料 到大学生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材料了 那你就可以换到 大学生所接受的材料 你要给数学界 给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选取 哥德巴赫猜讲这个理论 作为材料 但是你要给运动员讲 你要给医生讲 显而言 他们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材料 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那么你要讲一讲 有关生理方面的材料 你要讲一讲运动方面的材料 这个时候 运动员愿意听 是医生愿意听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演讲者 在选取材料的时候 在为了主题 仅仅为主题服务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一定要针对不同的听众 选取不同的材料 只有这样 你的演讲 才更能有说服力 更能打动听众 说服听众 产生演讲的最佳效果 这应该我们说的第三点了 第四点 一定要选取那些准确的材料 准确的材料 这一点是直观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演讲就是要宣传人 说服人 教育人 这时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演讲者 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老实的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演讲者没有一个科学老实的态度 结果在演讲的时候 对许许多材料 也不经过比较 也不经过鉴别 拿来就用它 有的材料可能有食物 有的材料可能有偏颇 甚至有的材料里 必须有大的一个差距 你用它以后一旦听众对你某一个材料 一旦不信任的时候 你整个演讲就都要失败了 这是必须引起我每一个注意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讲了我们的这个 武产基地伟大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做的就是这么学习 马克思虽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他对任何的间接材料 从来都不是拿着就用的 这个想用这个材料的时候 他往往都要寻根问底 找着援助再核实一遍 一旦核实准确误的时候 马克思才用这个材料 才用这个数字 这种认知的态度 这种认真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年轻的研究者 来好好学习 大家都知道 列宁的记忆力是非常精神的 但是列宁从来不凭借 在自己的记忆力 就认为差不多了 就把一个事实 就把一个数字 也用到里面去 尤其对那些间接的材料 列宁往往是要把它拿了以后 以认真地进行筛选 然后再查实 再核对 到了缺失误的时候 列宁才用这些材料 才用这些事实 因此 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 这个青年演讲者 最后在对待材料这个问题上 切不可掉以轻心 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一定要向马克思学习 向列宁学习 对于事实和数字 一定要认真地推下 紧接着呢 我不得不和这个 和一个年轻的朋友 在讲这样的问题 你们这些材料 你们用的时候 是你们亲眼所见 亲眼所闻 是真实的 是准确的 但你们在用间接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些间接的材料 往往都超转几遍 比如说 我们在这张报纸 就看了一个材料 可是往往这个材料 你下来又说 从哪个报刊里面 他说摘起来的 这样一摘起 这里面可能就有食物了 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演员 用真地比较一下 分析一下 去为 纯真 务必使自己的材料 万无一时 这样的材料 你才能在演讲当中 发挥它的威力 发挥它的说服力 这里面呢 我们不得不提倡 有少数人吧 往往他们在用材料的时候 不仅有偏颇有失误 甚至个别人呢 由于演讲的态度 不太端正 他们有时候还怎么 弄虚作假 甚至自己捏造了一些 这个材料 所以 做一个负责的演讲者 做一个想使自己的演讲 成功的演讲者 他在选取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第一 必须选取那些 反映主题的材料 说明主题的材料 仅为主题服务材料 第二 一定要选取那些 有针对性的材料 一定要选取那些 真正针对广大听众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 一定要选取那些个准确的材料 如果不准的材料 千万不可滥用 我想 如果我们每一个演讲者 都能按照这三个方面 来选取你的材料的话 我相信 你的主题 一定会立得起来的 你的主题 一定会站得住的 你的主题 一定会有说服力 而且有感受力的 因此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在选取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以上三点 邵老师 听了您今天的讲解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为了演讲的成功 在占有材料上 越多越好 在使用材料上 越精越好 这样 我们的演讲才会生动 才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是的 观众朋友 演讲与口才知识系列讲座 到今天已经进行到第九讲了 在前八讲中 邵守玉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 演讲者必备的修养和能力 演讲的训练 演讲主题的确立 以及演讲材料的收集与选择等问题 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来信说 他们一直坚持收看这个节目 觉得收获很大 很受启发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 在这里 我们感谢这些观众朋友 对我们栏目的关心和支持 以后在讲座中 我们将请邵守玉老师 专门针对一些观众朋友 来信提出的问题 进行解答 今天 邵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内容是 演讲的开场白 邵老师 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 那么演讲的开场白 是不是也很难呢 演讲的开场白 确实是很难 在面讲演讲的开场白之前 我有两个问题 你得需要和广大的观众交代一下 写文章有开头 有主体 有结尾 演讲也有开头 有主体 有结尾 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但是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 就在演讲除了有开头 主体 结尾而外 有时候呢 在这个开头之前 它有个开场白 而在结尾的后面 它又有一个结尾 如果说文章是三段的话 演讲的往往就是五段 这是他们的不同指措 另外呢 我们在整个这个演讲的主体也好 包括写文章的主体部分也好 应该说 他们基本上是相同的 也有他们不同的地方 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讲议论式的演讲 那你就必须用颜色的逻辑 像前者和出脚一样 抓住听众 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问题 就是你不要跳跃太大 因为你写文章 读者看不清以后 可以再看一遍 你演讲的时候 因为你跳跃太大 如果听众听不清 而且你思维于反过的时候 就容易断线了 所以说听众的往往就不知道 你要讲什么了 这是应该注意的 继续文章 我们也都知道 在整个继续文 需要跌宕起伏 有顺序 倒序 有差序 演讲也是这样 但是在演讲讲继续文的时候 它的结构的时候 就应该施施入扣 缓缓相扣 紧紧吸引听众 紧紧吸引听众 能进入到你整个演讲的氛围里面来 这是他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就交到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 下面我就可以给你讲开场白了 这个开场白确实是很难的 因为它是面对着听众进行演讲 你开场白讲得好 你差 往往给你整个演讲的就定下了一个基调 对 俗话说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开场白的好坏 对这个演讲的成功与否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是 是这样的 我在整个观察当中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厕所 你就有点爱自吹自为 一开场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同志们 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演讲 我对这方面的理论 虽然没有什么建树 但我总还研究了几年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你看一看 这样的演讲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想一件听的时候 你就爱自吹自为 这个开场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没有诚意的 没有诚意的 第二点就是他们有的 又过于太谦虚了 有这样的演讲者 一开始就这样说了 今天到这里来演讲 我实在非常的高兴 也实在没什么讲的 既然主人要我讲了 我只好随便你说几句吧 你实在没有讲 你竟然讲什么呢 而且主人让我讲 我随便说几句吧 可你随便说几句又干什么呢 虽然你除了浪费听众的时间和精力外 一点价值也没有 而且你让听众感觉你说的一些都是废话 所以这些都不必要 看来是谦虚的 但恰恰一点用都没有 这样的开场白 我们认为也是不好的 但是还有一种开场反应 我们认为也更不好 那就是说什么 王老汤有点 取巧的心理 你们说有这样讲了 同事吧 今天我到了演讲我很高兴 但是最近由于工作太忙 身体也欠佳 恐怕讲不好 请大家多原谅 这样一说你听一听 这个人是工作太忙 而且你身体又不好 如果讲好了 听众会说了 你看看 如果他工作不忙 身体再好不讲的更好吗 一旦要讲杂了 一旦讲差了 然后听说本来人就时间忙身体不好 所以这种取巧的心理 作为一个演讲人 是万万要不得 万万要不得 还有一种演讲人 他们一开场白眼 拉拉扎扎的东拉西扯 一看讲了很长时间了 一看不够用了怎么办 赶紧进入正题 最后形成一个什么 这个虎头蛇尾 最后你仓处寿兵 没达到演讲的目的 还有的演讲人 他们追求猎奇 一开场的时候 怎么新奇怎么好 新奇是必要的 一旦搞猎奇了 结果这个猎奇 和主题一点关于没有 和内容一点关于没有 所以说这种开场白 都是不好的 出现以上就无种情况了 我们认为 除了作者的思想认识问题而外 欲怎么样 欲怎么样 把这个开场白讲好 他们不知道它的作用 这也是有关系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几种 是演讲开场白的不足和问题 对 那么什么样的开场白 才算是好的开场白 这里面有什么标准吗 有 下面我先给大家举一个小的例子 大家知道 无产阶级革命家 云黛英同志 他不仅是一个革命家 而且也是一个演讲家 他的演讲 有时候是排山倒海 有的是气壮山河 有时候又灰泻幽默 妙趣恒神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有一次革命初期 这个云代英有一次 在一个晚上也去给演讲去了 当时是什么时间 一是时间是夜间 二是南方天都闷热 第三点有四个童子 已经讲过了 结果这时候听众一个一个基本上就昏昏欲睡了 有的声音就睡着了 这时候就轮到云代英同志演讲了 那云代英同志怎么办 那就说或者是敲敲桌子 同志们请你行一行吧 或者说大家注意啊 我要演讲了 或者主持人说大家行一行 云代英同志要讲话 想一件 这都不是高明的开场白 都不是高明的开场白 云代英的开场白 绝妙极了 应该是绝妙极了 他怎么的呢 他一站在这个听众前面 先连续大笑了三声 大笑了三声 这第一笑 就把听众 睡着的听众 就把睡着的听众给笑醒了 第二笑呢 听众突然感到惊叹了 怎么是不是云代英同志中暑了 怎么害笑呢 惊叹了 第三笑以后 结果听众什么的 都和云代英一堆笑起来 整个会上气氛活起来 这第三笑意义就重大 因为大家就知道了 云代英之所以搞了三笑 说明云代英的开场 绝妙之急 这就马上和云代英同志 建立一个良好的感情 所以我们云代英这个开场白 那就是好的开场白 那么什么样的开场白是好的 或者遵守一个什么原则呢 我们可以讲以下几点 第一点 一个好的开场白 一开始就应该和听众建立一座 有益的桥梁 就是你想演讲吗 你想让听众信服你吗 你想让听众愿意听你讲吗 那好 第一步你先沟通了 先沟通情感 所以说情不通 就是理不达 所以好的开场白 必须一开始就和听众建立一个非常友好的 亲善的这种感情 这样才能为你下个演讲 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这是应该坚持第一点 做一个信任有数的演讲者 他要根据主题的需要 根据内容的需要 如果是欢快喜庆的 他的开场白 马上就用欢快喜庆的声音和语调 一下就挑起了这个气氛来了 如果这个演讲内容是严肃庄重的 他马上就用严肃庄重的语调 定下这个基调 是不是真正一个好的开场白 他必须能够为他整个演讲 创造了一个气氛 为他整个演讲定下了一个基调 这应该说是第二点 第三点 一个好的开场白 应该能够打开场面 引人入胜 如果你的开场白 平平淡淡 稀松平常 结果你引不起听众的兴趣 听众自然也就不愿意听你的演讲了 我现在不想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次有一个大学演讲 它的主题就是青年与祖国 这个主题是非常好 但是讲了三个演讲演以后 轮到第四个演讲的时候 下面的一些听众有的在打猫衣 有的在看报 有的在看书 已经引不起广大听众的兴趣 这个演讲者一上台 他没有开始讲 他两位停了一会儿 马上说 同学们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刚说完第一个问问题的时候 下面马上就进去了一部分人 他又问了一句 同学们 谁能用一个字 把青年和祖国这个关系 带扩出来 下面全场进去了 他一看没人回答 他自己说了 只有一个字 那就一个根字 也就是树根的根 他说了 我们上海人 为什么叫王府根 李长根 都叫根 根有传宗 结代的意思 而我们整个的中国青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姓 那就是中华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那就是根 我们的名字就叫中华登 他自己讲 这个开场白 你想不仅精神的主题 而且 吸引了听众 还吸引了听众 所以这个开场白 我们说最好 每一个开场白 演讲者都要注意到 一定要打开场面 演人入胜 这是第三点吧 第四点 一个好的开场白 他一定是能够什么 揭示主题 一下子就把主题给接出来 让听众马上就知道 你要讲的是什么 好 吸引住听众 也让听众 有一定的思考的余地 刚才我们举那个 中华根的那个例子 举那个根的例子 实际上 他这个开场白 就把整个的主题 给点出来了 好保留的 给大家说出来 这样听众 你认真地听下去 所以我想 在整个这个选择 演讲的开场白的时候 应该下一番功夫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开场白 绝对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从来没有固定模式 这就需要每一个演讲者 在学习一些个 有经验同志的开场白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 自己要勇于琢磨 勇于探索 不妨给自己开场白 也设计它几种形式 然后看哪一种形式 最能反映主题 哪一种形式 最能打开场面 引入胜 哪一种开场白 最能够定下基调 如果要这样 经过一些选择筛选 你也一定会选择一个 好的开场白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好的开场白 不自人间 必破空而来 好的开场白 犹如如山 香如风之雪 张荣而高远 眼人而入胜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朋友们 在你演讲之前 一定要精心设计一个 精彩绝妙的 好的开场白 一定会为你演讲 在成功 打开一个交好的基础 好 今天的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观众朋友 又到了演讲与口才知识 系列讲座的时间了 欢迎收看 邵老师 我们平时在听演讲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有的演讲者的开场白 很能吸引听众 演讲的主体内容 也很丰富 很动人 可是讲到结尾的时候 却枯燥无味 如同嚼辣 这种虎头蛇尾的局面 不论是对演讲者本人来说 还是对听众来说 都是很遗憾的事情 应当说很遗憾 因为这种遗憾 就来自演讲者已经讲失败了 尽管你开头讲得好 主体讲得好 结尾一旦没讲好 那基本上就是失败了 所以说边框边楼 全在收口 口是难收的 头难起 尾难落 所以说尾也是很难落 为什么说演讲的结尾比较难 难就难 它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演讲者讲了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应当说在这个长时间的演讲当中 由于听众受到了 演讲者的情绪的波动 由于受了思想内容的感动 结果听众往往是经历 显得有点疲惫了 身体也讲得疲倦了 这个时候就要求演讲者 越到后面 你就应该讲得比前面更好 这样才能更精彩一些 才能更加的吸引到听众 如果你后面讲得都没有前头好 到结尾是更糟糕的时候 那你的演讲肯定就失败了 吸引不了听众了 是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演讲者 在演讲的时候 开头好 主题好 这是要求我们在结众中 应该比开头和主体还要好 也就是更上一层楼 这才是你的演讲 就像爬山峰一样 最后上到第一点 这才能感动听众 而且吸引听众 第三点 如果你在结众一下讲砸了 实际上就把你整个演讲 基本上都给破坏了 应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应该怎么 它已经是你的演讲 不能获得听众了 不能获得成功了 也就不能感动 也就不能感动听众了 所以说应该是一次 失败的演讲 也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往往提出的 就是一个演讲者 在结尾上 一定要下一份功夫 甚至在结尾下的功夫 要超过在开场白里面下的功夫 一定要使他非常之精彩 因为结尾是在最后 给观众的印象 往往是最重要的时候 是也是最深刻的 为了达到这一点 我看有这么四个方面的问题 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演讲者 在演讲这个结尾的时候 要注意的 第一点 我认为 演讲结尾必须做到 提示主题 加深认识 提示主题 加深认识 我们知道 演讲者在整个演讲当中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 和主张 他们往往会调动一切手段 从正面 从反面 从侧面 全面可以分析和论述 到最后的时候 那你必须给一个总结 给一个总结以后 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 突出主题 深化主题 然后画容点进 好使听众 加深印象 并且留下一个长久 不忘了这么一个记忆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结尾的第一点 好的结尾的第二点 应该是收拢全篇 统一完整 大家知道 我们一个演讲者 从开头到结尾 应该说演讲者 是下了很多功夫 他的方方面面 都需要演讲者 把它编织起来 然后向前推进 到最后的时候 需要结尾了 因为收口了 就是更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作为一个演讲者 他必须 把整个的结构 到最后收拢起来 然后这样使整个结构 统一完整 昏然成为议题 听众感觉的听完以后 确实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所以这第二点 就是应该 收拢全篇 统一完整 第三点 我要总讲 应该是 补起激情 促进行动 演讲者 除了用思想 要收入人 必须用感情 来打度人 感情打度人 应该说 在他的演讲的知识之中 都是用自己的激情 来影响听众的情绪 但一旦到了后面 这时候 就更使 演讲者 用出巨大的 感情的力量 应该把全体听众 都推到感情的浪风上去 推到感情的顶点 推到感情的顶点 这时候才能使广大的听众 确实换起它 饱满的技术 并且预约是 想投入到整个的事业当中去 所以做一个演讲者 只有在最后的时候 能够用自己的激情之火 点燃听众之火 然后燃起 羞众大火 这时候换化出无穷的力量 才能让听众 投入到一位 伟大的事业当中去 这也就是一个成功的演讲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演讲了 第四点 应该是 令人深思 耐人寻味 有的演讲 有的一些好的演讲 他们在结果处 往往都给人们留下 许多多深思的余地 也就是思考的余地 往往说 愚因无穷 这才是好的演讲 也就是当演讲完了以后 就是听众走出了会场 他在想你讲的问题 他在琢磨你的问题 应当说这才是好的结尾 所以说就像人们所说的那么 一个好的结尾 应该是 鱼音绕梁 三日而不绝 这才是最好 所以我想 作为一个演讲者 应该按照这四个方面 把自己的结尾 设计好 才能使得你的演讲 最后能得到成功 当然 在他们这四方面以后 我想还有 三个方面的问题 也需要我们的 这个演讲者注意 因为你要不注意这三个问题 永远还会 永远还会是你的结尾 出现一个不必要的罗拉 第一 不可化蛇添竹 什么叫化蛇添竹 因为一条蛇 它没有竹 你非要再给它安生几条竹 其然一样 这是多此一举了 它就不成为蛇了 作为演讲结尾 应该和演聚一样 演聚 不管有一目两目 或者五目四目都好 有极长也好 但一到最后一目 最后一场的时候 一旦把最推向了高潮 大目的 花下落下 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 一段目 听众又看完 又没看完 听众这个非常好的意思 作为演讲这也是 当你讲了演讲最高潮的时候 在关键的时刻 在恰到好处的时候 马上就截然 截然而止 这个时候才能使你的演讲 真正的在 这个听众心目当中 留下最深刻的烙热 因此现在咱们有些的演讲者 明明讲学习 讲了学习以后 他说 整个问题 我讲完了 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一会儿讲一讲计划声誉 又讲一讲句率 又讲一讲尾声 又讲一讲直书照理 结果都讲了 因为这一讲怎么样 这叫化石天竺了 他讲了这些问题 好像都讲到了 其实又都没讲到 听众也都听到了 什么也没听透 什么也没听明白 所以不仅掩盖了 他演讲的主题 最后一无所获 这种化石天竺 作为演讲者 是万万要不得的 第二点呢 我们还应该注意 演讲的结尾 不要拥长 就是说 不要整理很长很长 没完没了 我刚才在第一问题 就讲了 就像演技 达到高超以后 大木就 一下子落下 就结束 不要已经该落的时候 不落 你跟我听到 这样一个演讲者 他讲的关于 这个学习的问题 他讲的头前 也讲的很好 应该说可以了 他说同学们 让我们一定刻苦的学习 积累各方面的知识 将来好报效主顾 他讲的可以 按理说听众也要给他鼓掌 结果他说 但是话又说回来 结果他又落落地说 讲了多少 最后他又说一下 要不努力吧 但是又是又他要 结束了 又要鼓掌 他积枉了 结果你 反复很多次 观众就很容易产生 这种反感的情绪 是这样的 对 正于你这么反复 一如在于结束 你不结束 你还要落地落地说 就往下讲 你这种反复那么几次 听众不禁产生反感情 对你演讲根本就没有兴趣 是要干脆 起身脚脚 所以这个演讲 切得不要 这个拥掌 一个好的演讲者 他们总是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 思想已经表达基本已尽 感情已经推到那处 答案是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不要说套话 现在我们有一些演讲者 已经讲完了 应该说讲得好像结束了 他还不接受 他要怎么说呢 他说上这一句话 同志们 今天我啰里啰嗦 拉里拉扎地 讲了以上的这些 恐怕讲得不好 影响了同志们的时间 且影响了同志们的时间 请大家多多谅解 你说这话干什么 你啰嗦好 你拉你已经讲完了 究竟好一会 要用听众去评判去 自然就评判了 因为你自己在啰这个 也还有的演讲者 他们要往往这样说 同志们 这个我今天呢 讲得不太好 恐怕有食物 甚至有臭的地方 一旦有不对的地方 请同志们 多多切入保护意见 这就是一些多余的方法 为什么多余呢 你讲完了是好还是坏 你讲的是对还是错 你讲的精彩还是一般 听众已经一目了然 完全在心中了 你说这话完全都没有用了 表面看来很谦虚 实际上是多余的算 结尾呀 同开场白一样 它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千变万化 因此包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演讲也是千变万化 那么结尾自然也就是千变万化 所以我们每一个演讲者 不可就这么轻易地想 我能不能找出几个模式 我相信永远没有固定的模式 这是要求我们的演讲者 在学习一些个成功的演讲结尾的基础上 认真的学 认真的琢磨 认真的分析 然后找出它规律性的东西 然后再灵活的运用 最后给自己设一个精彩的结尾 我就总的 就在这个问题上 希望我们的演讲者 就不要走捷径 也不要图方便 我想只有那些可以下苦功夫的人 只有那些个在演讲路上 勇于攀登的人 他才能为自己真正设立出一个精彩 而又动人的结尾 好 今天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演讲的结尾 今后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注意这些问题 一个好的结尾 这样呢 我们的整个演讲才会通篇浑然一体 精彩而夺人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演讲与口才知识系列讲座 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祝你成才